大家好,欢迎来到无聊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聊头颅移植手术 我相信大部分和我一样喜欢看猎奇新闻的网友们呢 不管是在报纸上还是在手机上都曾看到过这么一条消息 那就是意大利的一位神经外科学领域的专家 将会在2017年的年底完成世界上首例活人头颅移植手术 可是后来怎么就没消息了呢 大家可能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已经给忘记了 现在我先把当年轰动全球医学界的头部移植手术的新闻 从头到尾的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017年11月份的时候 意大利的一位高级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卡纳维罗宣布 就在不久前 他和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小平教授 带领着自己的专家小组 成功地在一具遗体上完成了全球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 而且实施手术的地点正是在中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的背景 塞尔吉卡纳维罗来自意大利北部一个名叫都林的工业城市 这么说大家可能对这里没什么印象 大名鼎鼎的球星罗纳尔多回到曼联之前就效力于油温图斯球队 而油温图斯球队就是在这座城市诞生的 卡纳维罗毕业于都林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 之后就一直致力于研究中枢性疼痛综合症和帕金森病 并在当地的莫里内特医院担任高级神经调节小组的神经外科主任 2015年6月份的时候 他在美国神经外科和骨科医师学会的会议上 首次公开披露了他的人类头部移植计划 他在媒体上发表了这些言论后 许多新闻记者就开始联系他身边的朋友和同事 其中不少人开始觉得卡纳维罗那番毫不在意道德伦理的演讲 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后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当时就职的医院决定终止他的聘用合同 一转眼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2017年10月17号的这一天 他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一具移体上成功实施 实施的地点正是在中国 这位意大利神经外科的专家当时还向媒体透露 他们很快将会在申请参加投入移植手术的志愿者病人身上进行相同的手术 所以预计在2017年的年底之前 他们将会突破这项千百年来没有任何答案的谜题 也就是实现人类的永生 问题是现在再过两个多月就2022了 那手术好像一直都没什么后续的消息 难不成是因为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这位意大利科学家早就已经实现永生了 当然不是 在活人身上进行头颅移植手术的这条报道 刚一出来的时候 全世界都是非常震惊的 头颅移植手术 你或者也可以说换身手术 因为他们的手术目标就是把一个人的头颅移植到 一具来自健康捐赠者的遗体上 然后卡纳维罗和他的专家小组还保证 接受了换身手术的志愿者能够在一年之后 自主呼吸还会说话 甚至是走路 这项手术的第一名志愿者名叫斯平里多诺夫 他是一位来自俄罗斯 并患有严重型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电脑工程师 那么在多数人的印象中 这种几乎不可能的疯狂想法 应该是英国小说《科学怪人》里的情节才对 甚至有不少卡纳维罗的同行都公开反对他的活体头颅移植手术 那为什么头颅移植手术会引起这么广泛的争议呢 关于如何进行头颅移植手术 意大利的神经外科专家在他的手术草案里是这么说的 他们会把用于移植的头部和身体冷却到12摄氏度左右 以缓解细胞死亡的速度 然后为了避免在脖子周围造成复杂的组织损伤 患者和捐赠者的颈部将同时被一把非常分立的手术刀切断 然后他们将用极其细小的导管连接到主要的血管 再接着呢就是切断颈椎 然后他们会迅速地将手术志愿者的头部移植到遗体捐赠者的颈部 紧接着再使用一种叫做PEG 也就是聚以二纯的细胞融合剂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胶水 那么就用这个胶水将两具不同身体的脊髓神经连接到一起 再仔细将二者的肌肉组织和血管缝合起来 最后在患者愈合的4个星期内 还要用弱电流刺激颈椎内的神经 这样他们就可以加快头部神经的重生 最终完成头颅与身体的连接 那么手术进行时会有将近150多名医护人员 去协助完成这场移植手术 而手术的费用大概接近1100多万欧元 好多好多钱对吧 这时候问题来了 许多医学界的专家学者 他们就质疑头颅移植手术的可行性 因为现代的医学技术 虽然完全可以做到血管神经肌肉骨骼的重建吻合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完美的修复断开后的脊髓神经 就是说啊 怎么将这些断裂的神经都连接起来 因为人体所有功能的协调都是靠大脑来完成的 我们体内的器官依靠着大脑的神经中枢去完成他们的整肠运转 所以如果实施了换头术的话 那意味着手术人员首先要在两具身体上彻底切断中枢神经和躯体的连接 这就导致我们的器官内脏无法自主运转 所以这场手术的重点不是简单的将切断的部位重新用融合剂张贴在一起就完成了 你还要保证所有的脊髓神经都能正确的接上 不能说把大脑里掌管手的神经细胞连接到肢体上连着脚的那根神经细胞 当然了连不连的上还是个问题 所以许多医学界的专家们认为 如果仅仅只是把两具尸体的头部和躯干互换缝合 但无法保证手术后 中枢神经系统是否能控制新的身体 那么这场手术就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目前还没有医学案例能够证明 已经损坏的脊髓神经能够被修复并重新正常运作 更不用说要连接的脊髓神经来自两具不同的身体了 除了脊髓神经以外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想办法让头颅和躯干它们之间 不会产生免疫排斥的反应 简单的来说就是 接受新器官的身体 认为那个新的器官是外来的敌人 然后免疫系统就会派出各种免疫细胞小兵小将 去攻击和破坏这个移植过来的器官 所以呢 头颅移植手术的关键在于 能正确的连接所有脊髓神经细胞 如果这个步骤要是能完成的话 那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手术技能 可是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出现相关的研究突破 三年多过去了 轰动一时的头颅移植计划究竟怎么样了呢 为什么没有其他后续的消息了呢 我后来查了查和这件事有关的新闻 的确整个手术计划受到了一些突发状况的影响 所以暂时被停止了 原因是最初决定要成为这场手术志愿者的俄罗斯电脑工程师 斯皮里多诺夫他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遇到了他现在的妻子 他更加希望可以和女友一起组建新的家庭 就这样斯皮里多诺夫改变了他的主意 最终决定放弃头颅移植手术 之后呢就和自己的妻子帮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开始新的生活 两人也在2018年年底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幸运的是他的孩子非常健康没有遗传到他的疾病 那么除了上述的原因 斯皮里多诺夫还有另外一个担忧 他曾经接受一家英国小众媒体采访的时候亲口说过 意大利的神经外科专家卡纳韦罗并没有完全向外界透露他的研究内容 所以他的手术过程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还缺乏详尽的论述 斯皮里多诺夫认为不管卡纳韦罗之前在动物身上做过多少次尝试 失败还是成功的都必须得向医学界公布 因为他不希望到时候手术给自己带来的是更长久的折磨 当然有些人听到这了可能会认为俄罗斯的斯皮里多诺夫心里也害怕了 不过害怕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去面对一个未知的事物 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手术按照原计划进行 专家们也成功的完成了头颅移植和脊髓神经连接的整个手术过程 那么之后呢我们想象一下就是不少失去了肌肉活动能力的病患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都兴奋不已 但是如果想要完成这项手术的话前提是有人捐赠自己健康的遗体 那这个条件肯定会吓坏许多病患 但是对于一些有钱有势的病患他们真的会在乎吗 所以这种手术在人类社会里是否合理呢 外界怎么能够得知手术的医生不是杀人犯 谁应该担任那个有权利去决定他人的遗体是否应该被用于头颅移植的人 如果像希特勒普特勒斯特勒这些人的身体开始衰老 但是他们的大脑依然健康 他们会不会用自己手中的强权去剥夺他人健康的躯体 再把他移植到自己的头颅下 以做到永生呢 对了 任何器官移植都是要求免疫配型的 不是说任何一个头颅或者是说躯体都可以随意的被移植给另外一个人 那么希特勒所需要的躯体应该去哪找呢 好吧 细思极口我们就不展开想象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字幕提供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